汐止警分局社后派出所 把好上午在福德里活动中心 召开了今年度第一次的治安汇报 包括辖区内的各里长学校民众都来参加 除了反映了交通问题 针对学生在下个星期就要开始放寒假 学校希望派出所可以加强附近网咖的查查 另外针对北山里巡守队 在昨天协助警方破获的窃盗案也予以表扬 汐止警分局社后派出所 今年度第一次的治安汇报 8号上午在福德里活动中心内召开 包括了福德、金融、山光等辖区内的各里长 都来参加反映地方问题 另外针对学生在下星期就要开始放寒假 北风国小就表示希望派出所可以针对附近的网咖加强查查 是我们在下周就开始放寒假了 那本学区在原新广场仍然有网咖 那小朋友根据假日我们去查询的结果 小朋友仍然有在假期间到网咖去玩的情况 那避免小朋友对小朋友造成不好的影响 可能再麻烦派出所这边在为我们在寒假期间加强巡逻 加强巡逻这个我们即将在原月31号 平时已经有在做 但更加强的部分在原月31号春安工作 针对青少年这一个区块 我们有专案的那个计划 会对于网咖来加强查查 这个部分借此我们那个有贵校的学生 我们会跟贵校来做联系 配合春安在月底展开 派出所表示会加强查查 并且与校方来保持联系 另外对于北山里巡逻队 在昨天协助警方破获一起切案 也趁着治安汇报予以表扬 把他的车子拖走 拖走之后 因为我们现在就知道 那个调录影带出来 才知道哪个歹徒 面貌已经知道了 这两天一直在等那个歹徒 会不会再进来我们社区 刚好晚上11点多的时候 我们绳索队有发现可疑 后来我们就知道确定跟我们录影带 调出来跟面貌都相同 我们马上立刻报警 治安汇报每个月召开一次 各里长及学校也针对交通及治安问题 提出了建言 希望警方可以协助改善 介乘惠林细致采访报导